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韩国是先开低 再拉上来 财献指数呢 台北股市 是直接开平盘以上 去作业一个 假扶的一个整理震荡 很强 对不对 都是朋友 重点不是大盘指数的问题 是你手中个股到底是赚钱还是赔钱 不管是你做多还是放空 都是如此的 财献指数离前波的高点 其实距离不远 可是投资朋友 个股 离前波高点的距离就差很多了 重点是在4月12号 15号 我给你报告行情路况往下 个股有些是领先大盘做反方向的下跌 所以投资朋友 所以投资朋友 大盘离前波高点差一点点 你的股票有赚钱吗 不会有赚钱的 大多数热门的股票都在往下去做一个 反方向的运作 了解吗 我4月底的时候 我跟投资朋友报告 5月的操作难度不亚于4月 甚至是往上提高一个层次 蓝就蓝在这一边 9958也是一样 4月12号 你出掉之后 你可以避开这一段 大盘也没有因为它创新高 四季刚就创新高了 没有 你没有避开大盘创新高 连前高才一点点的位置而已 可是你看9958 离前高的位置 还有一大段 6141刚刚也是这样 离前高的位置还有一大段 2371离前高的位置 几乎跌到起涨点 所以 4月12号15号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点 投资朋友 你第一天看我节目 你可以去看一下 我在台股直播室 觉得半到10点 你没有在盘中提醒投资朋友 出清股票 你不能出清股票 你至少要大量解码股票 保留大量的现金 然后我每天都跟投资朋友 报告这件事情 我看会员报告 4月15号 行情路况往下 虽然行情路况没有往下 个股领先 先做一个下跌 大盘为什么没有往下 政治性的买盘 没有人可以预料到 台北股市 首富郭台銘 台亚商权总统 所以这一段 叫做非理性的买盘 情绪的买盘 所以那时候我跟投资朋友 报告 情绪的买盘 最终要回到基本面 它是不是打回来了 虹海是不是打回来了 所以难就能在这里 现在难度就是这样 行情路况 在运量一个往下的情绪 可是你现在还感觉不到 等到你感觉到的时候 你的股票 你反而要做什么动作 勇敢进场做加码 所以投资朋友 会这样说勇敢进场 不是加码 你前提要是 4月12号15号有卖 你才能在进场 所以操作 行情路况往下 可是你操作要偏多操作 这就是难的地方 这就是难的地方 如果你今天 是去放空的 昨天去放空的 其实空你也占不到便宜 因为你可能油牙破了形态之后 破了线之后你去放空 你反而还是受伤 你看995847刚就是这样 破了 你去放空 其实今天就 涨了2.79% 好不好做 空也不见得好做 所以现在如果有人告诉你说 他的股票做得很好 每张股票都赚钱 那你要回头去看一下 真正是这样吗 当然有股票会涨 但是凤毛麟角大多数的股票 基本上你在4月12号15号 你没有做一个 获利出清的动作的时候 很多股票你是在套牢的 股具你一定是在套牢的 6488环球金 你一定在套牢 即便你没套牢 你也装不到什么钱 可是如果你在4月12号卖掉 其实你没有吃亏 其实你没有吃亏 因为大多数的股票 最后都下来 不是因为大盘即将要创新高 各股都往上涨 全新也是如此 2368 金像电是如此 大同是如此 你说联电啊 宣支股 比较特别 因为要收库长股 可是你会买这些股票吗 不会啊 那台积电 是不是又回到 几乎要回到4月12号的位置 点 所以难就难来这里 所以投资朋友 如果你手中 你有现金 你可以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 五月份的恒情 你看不懂没人带你玩 你不要乱做交易 你不要乱做交易 如果你手中 有现金 可是你觉得股票交易市场 是你一辈子想要从里面 赚到钱的一个置业 基本上 你需要有一个人 带你做 你会比较轻松 为什么 因为难度很高 当大盘开始要下跌的情况之下 你就开始要进去买了 你不能等到大盘直稳的时候 你再进去买 那成本又墊高了 我举例 刚才我跟投资朋友报告 金像店 掌握10月份 11月份 12月份的行情 11月份 11月份 12月份的行情 前提是我在 9月26号 有提醒你 卖出股票 先拿证据 9月26号提醒你 行情路况建高点 你必须先做一个卖出的动作 当你卖出的动作的时候 我跟你说 行情路况往下的同时 请你要做什么动作 请你要偏多操作 你看 你看 如果你等到行情路况 直稳的时候 在这里 即便我 那时候我公开告诉你 11月份 要做什么股票 2368 基本上 你都买到相对高铁 一来一回 超过两层 超过三层的空间 你再去追 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现阶段 要是反市场在操作 5月份就是如此 很困难 那我当时会员做的交易动作 给你做个说明 你看 9月26号 27号 买进第一笔 金香店偏多操作 10月11号 买进第二笔 11月14号再买 11月30号再买 投包率不用去看它 重点是动作 重点是动作 行情路况往下 你要偏多操作 未来现在这个情况也是如此 行情路况往下 你要偏多操作 你不能等到行情路况 确定好往下 整理之后 你这经常 一来一回 股票先跌了20-30% 然后再涨到20-30% 一来回就50-60% 你根本就中不到钱 这是很难操作的 所以有人带你做 其实你会比较轻松 你真的会比较轻松 5月份的行情真的是如此 跟投资品有报告 不容易做 可是一样有机会 可以中央到钱 但是要有人带你做 你会比较知道 你个股要偏多操作 还是偏空操作 你才不会一来一回受伤 你看 以过去的历史来说吧 如果你去放空 就被咬上去了 不要说外道最高点 到12块13块就够你呛的 不是吗 奇迹 你去放空63.3% 算你放空到65好不好 你做错方向了 到80块也够你呛的 难就难来这里 有人带你做 你会比较轻松 认同我投资朋友 欢迎你跟我线上处理出的联络 或是透过Lite跟我联络 当我们一起在5月份 创造你和我的 共同的美好的交易人生 最后勇敢跨出那一步 祝你离成功 只会差一步 我是高伟区 祝大家操作的顺利 身体健康 获利满满 我们明天见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